秀琳湘明代表连一龙2号上午在竞选团队的陪同下 请问花莲县选举委员会登记第八选区县议员的参选 连一龙表示四年当中除了进行关怀弱势族群之外 同时也处理原民相关问题解决村民们的问题 希望乡亲能够继续支持他 一龙一龙一龙加油加油加油 秀琳下面代表连一龙在他的竞选团队干部的评论之下 2号上午11点30分前往花莲县选区委员会 来登记参选第八选区三地原住民先议员一职 连一龙表示十年当中从服务中学习到许多经验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年轻有为的好青年连一龙 本次我是参加花莲县三地原住民先议员候选人第八选区 今天要来登记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一些成员 以及我们的团队 目前因为大家都满意工作 至于登记的话 就是个人跟一些干部来 前委会做登记的作业 那非常感谢我的团队 那至于我们的进行总部的成立 目前也暂定在10月16号 我相信这个时候才会动眼 那不过今天来登记 我们是除以个人跟干部来进行这登记的作业 非常感谢 我这些的团队 谢谢他们一路的支持我 我相信在今年1.126 也希望乡亲朋友给我支持 那在我的服务 亲民 热忱 在这边 跟大家说 希望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未来做 对你们的后盾跟服务 未来的四年 我相信也做给大家看 在此祝福大家 也给我最后的一个支持 谢谢 林荣这次是以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第八选区的先议员 四年当中除了进行关火录制之外 同时也积极的来为乡亲解决相关失误 希望在10月26号能够支持他 让他继续为大家服务 记得继续 欢迎收视频道